讨厌 我给你发几张照片呗 好看吗 你怎么给一个已婚的老男人 发这种照片啊 怎么了 你是怕把持不住吗 我是说呀 我得感谢你 你这是给我发福利呢 杨茜 我是刚刚下一个的导航 我试试这语音输入 还行 挺好用的 不是 我得出去一趟 我把车开走了 一会儿你自己回去吧 不是 你把车开走 我怎么回去啊 打车回去不就行了吗 打车回去 我也没钱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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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甭管了 我骑自行车回去 真够矫情的 不是 你站着站着 你晚上干吗去 不回家吃饭了又 我当然不回家吃饭了 我就约给客户吃饭 我走了啊 开车慢点啊 那你向我学习呀 渐肥 不吃晚饭 你什么时候开始对我有感觉呢 分这么多干吗啊 付好了 那你现在 什么感觉啊 我也说不上来 我从来没想过 自己会在这个年纪 跟你这么个小屁孩 谈这么一场不靠谱的恋爱 那跟之前谈恋爱有区别吗 没区别啊 我 其实没怎么谈过恋爱 不会吧 你这么漂亮的女孩 居然没感受过 谈恋爱是什么感觉啊 那你这三十多年不白火了吗 我都这岁数了 还能叫女孩啊 在我眼里 你就是了 从今天开始 我要让你好好感受感受 什么是谈恋爱的感觉 但是你得先答应我一条件 你说 从此以后别再上一班了 对身体不好 而且时间过得快 一眨眼一天就过去了 那然后呢 然后 然后就交给我们 晚上千万别打盹啊 要是犯困 就拿手机看看电视剧 知道了 不过得注意 总公司有人巡视 还有啊 店里要是进了坏人 千万别逞囊 人安全是第一位的 听明白没 是啊 我请问哪位是 姚兰姚小姐 我是 这是送给您的 请您签收一下 这么一大束玫瑰 谁送的呀 店长 太浪漫了吧 店长 谁啊 这么多怎么抱得过来啊 我给你抱啊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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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你 给我给我 别打乱 太浪漫了 店长 谁送的呀 喂 喂 亲爱的 该下班了 花是你送的 有必要这么浪费钱吗 你当众收鲜花 哪有谈恋爱的感觉啊 你往车外面看 门口是不是停了辆车 了解您好 上车 你这是干嘛呀 上车 上了车你就知道了 喂 喂 哇塞 太狠了 别跟着我 小姐 你好 你好 我是神州专车的司机 来接您的 先上车吧 好 我来吧 好 慢点 我这车里啊 有WiFi充电器 如果您还有什么需要 随时跟我说 谢谢啊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嗯 订车的那位先生 不让我说 反正一会儿到了 你就知道了 赶紧回去干活 祝你幸福 祝你幸福 姚姐 您坐好 我们出发了 了 tiger 目标 赶紧回去 reap anders 赶紧回去 对啥 我给安法 撤了 留意 我能老在马路边谈情说爱吧 那你得跟我打个招呼啊 你穿这么正式 我穿这么随便 人家还以为你带保姆来吃饭呢 怎么回事啊 东西忘了吧 给你差评啊 别别别别 我是觉得这件事啊 哪天自己来 等我一下 怎么了 给你的礼物 你看看 给我的 什么呀 先生 服务结束 麻烦您给好评呗 我能不能说 服务态度一般 情商倒挺高 别计啊 那我这奖金就泡汤了 你 你 干嘛呀 好 你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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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愿意什么呀 愿意让我 为你制造这一生 最难忘的回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问您 快点 哈哈 刚好新买T恤 我也给您定买了一下 嗯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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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发生的这一切都是为经历我的奇迹 在这里撞到爱情一定是命中注定 趁着青春趁着年轻爱又无限剧情 让我们抛开一切疯狂爱吧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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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是我呀 媳妇 你怎么还修片呢 你晚上不陪我去啦 你自个儿去 我这忙不过来真的 你看看我呀 买新裙子了 怎么漂亮 你老婆一个人打扮这么漂亮 你放心吗 我真是不放心哪 可是你穿这修头小张人家怀孕了 人家都怀孕了 你说你这还不抓点紧真是 我也不好意思老人对着电脑 对不对 这没办法呀 说明天啊 这是来好几个客户呢 这一千多张片子 全都给人修出来 不是 今天晚上我跟你说 是一个私人的摄影展 嗯 据说那摄影师还挺牛的 你不过去开开眼睛啊 我这眼呀早就开开了 我最瞧不上那些 现在说自己是这个 什么摄影师的人了 啊 胡乱拍一东西 然后做一乱七八糟效果 就告诉别人说 这是他的什么杰作 我跟你说啊 你就拿手机啊 你就拿这手机 你拍一下咱家马桶 放一个一人多高的巨符 往那儿一摆啊 他们呀 到时候也都说你这是 什么意识流作品呀 这甭信呐 瞎扯都是 瞧 你这德行 这摄影啊 他本来是一严肃艺术 对不对 现在弄的吧 比着谁不正经 我呀 还是把这时间啊 放在这正经事上嘛 才 才 三百三十二 这刚修到这么点啊 哎 你真不跟我去了 哎 我不去了 那 那你自个也比太辛苦了啊 哎 晚上我早点回来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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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难得放松一下 你先去看去 看完之后早点回家睡觉 就这一千多张照片啊 我这晚上能修完就不错 我也不想你太辛苦嘛 哎呦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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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吧啊 那我这能接啊 好嘞 好嘞 亲一下 嗯 走了 哎 派对去咯 早点回家啊 接上来 哎 哎 嗯 谢谢你啊 谢我什么呀 不嫌你老啊 去 以前 我的生活 就好像地铁十三号线 虽然也有早晚高峰 可是规律手势 每天 在工作和家之间来回 按部就班 一成不变 那现在呢 现在 就好像地铁 被驾到了过山车的轨道上 很刺激 很兴奋 可是 也有点措手不及 我明白你什么感觉 但是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说 从今往后 你能别再跟我踢过山车了吗 我恐高你又不是不知道 爸 你可以 把我想象成一双手 手 一双 可以把你高高抛起来的手 当然 也可以把你稳稳地接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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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给你 整晚 只有你一个人 退到这么远的地方 去欣赏这幅照片 对不起 请问您是 能看得清楚拍的是什么吗 我真的看了很久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 他究竟拍的是什么 其实这个 是我不小心拍坏的底片 我都忘了当初拍的是什么了 您是说您是这副照片的作者 看看地上 算是个恶作剧吧 我就想知道 有没有人会一直后退 去弄清楚到底拍的是什么 结果今天晚上 你是唯一一个退到这里的人 那可能是因为我太笨了吧 以前有个艺术家 他开个人画展 他做了一个装置 把一幅只有邮票那么大的画 钉在天花板上 下面呢放了一把梯子 还有一个放大镜 结果整场展览 只有一个人爬上了那把梯子 去看个究竟 那个人就是John Lennon 而那个艺术家就是Yoko Ono 哇 你知道吗 是的 当然了 我是George 哦 我是Sammy 很高兴认识 很高兴认识 感谢您的工作 谢谢 很高兴认识 谢谢 谢谢 看起来有三个人 三个人 站在那里 对 三个装的女孩 三个装的女孩 你真实话 我愿意 我愿意 睡了吗 没呢 我是修图呢 正工作呢 挺忙的 好 我也刚拍了你去张照片 要不你帮我修一下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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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那么会拍照片 给我也拍成死照吧 哎呀 捆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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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啊 在展览会上 看你一个摄影师 我觉得他的想法挺好的 有想法人我见多了 师父你讲一堆故事啊 你都多了岁数了 听人讲故事 你别老这也看不上 那也看不上啊 人体比你强多了 年纪轻轻的 就环游世界 哎 听说他的作品 都参加过国外的拍卖会呢 听见没有 嗯 我打呼噜了 我转过去 好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